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方肯定是占优 毕竟有G的存在 但是一上手你会发现 红方一时半会看不出有任何连江山的机会 反倒黑方这里 只要拱高足异江 红方平帅 平底足强 肯定要败 所以此群一上来对红方来讲 局面不容乐观 而且现在红方这个G又被黑方的炮给盯住了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一上来红方直接先放个空头炮 感觉想叫双炮杀 根本来不及 黑方平底足异江 红方只能刷有平溜 再次平足强 肯定要败 所以此群一上来红方这边压根没有嫌弃可走 那这里好像红方有一个妙手 就是直接进居送居易江 黑方现在这样不能动 只能下向吃居 红方几底炮不就双炮江杀骑吗 但是当你选择进炮造江的时候 不管用哪个炮造江都好 黑方都有一步飞向的骑 一旦这么走 你会发现 红方就没有后续的手段 这里你叫双炮杀 黑方可以推炮车炮 红方炮一丢 直接上了家 必败 那如果不吃黑方的炮呢 我这边直接平炮 占据中路怎么样 也好意义 黑方又不会拱竹江来杀骑 而是平竹江来围剿 你只能平爽 再次平比竹江必败 所以相当于此局一上来 对红方来讲 局面不容乐观 而且黑方这边又有连江杀的机会 那这时候呢 有些前会认为 我能不能先平个鞠 来一江 挡住黑方的将面的发挥呢 也没用 黑方呢 直接平炮吃鞠就行了 先不还是商主联动的杀骑 而对红方来讲 现在呢 放空头炮 压根没有异议 黑方呢 拱足一江 红方平算 平足江必败 所以呢 此局呢 相当于红方这边 完全没有嫌弃可走 而且这个局呢 小命不保 但是有些前会认为 你这一边呢 不就是这一步平竹 或拱足江杀骑吗 我直接退炮 来防守 怎么样呢 而且这里呢 下一步埋伏 有一个平均照头就有杀的机会 这一步骑呢 看似可行 但是呢 其实不然 黑方呢 会直接拱抵足一江 红方呢 就真的平算 紧接着呢 汉斯黑方无招 确实呢 又是一个 劲底炮杀的机会 必败 所以相当于红方这一边呢 感觉一上来 动炮又不行 他 居将也惨败 好像红方呢 无路可逃 到这里呢 红方有一步 非常不情愿走的棋 就是呢 退居吃足 也是呢 此局红方为的正解 现在一方这一边呢 会发现 你拱足一江 已经毫无意义 红方一旦用具换双足 黑方呢 也占不到任何便宜 所以一方呢 会直接用炮踩红具 静观其变 看红方主要应对 那好像这么一走 红方现在只要放个炮就行了 下一步就可以创造双炮江沙棋 这是红方唯一决杀的可能 但黑方这边呢 意味着有抉择 好像一方卸双足没有杀齐啊 只能等着败 但其实不然 黑方这边呢 自有妙招 直接把炮平到边路来送炮 看红方主要应对 红方现在到底能不能吃黑炮呢 如果吃街吃黑炮 黑方呢 平足一江 红方只能说好平六 再次平高足过来 拱足江 这一步杀齐 红方呢 根本拦不住 那感觉呢 我不是可以推炮防守吗 你守住的底边下了些 倒是呢 却守不住黑方的平炮照头作杀 红方只手只能垫炮 黑方拱足吃炮 红方必败 所以呢 此局呢 当黑方这边平炮到边路的时候 红方呢 不能趟吃黑方的炮 那现在黑方始终埋伏有一个双组联动的杀齐 这时红方只要丢掉一个炮 铁定要办 但是这个炮该躲到哪里呢 你躲一步 那么相当于没有了双炮杀 黑方可以平足过来江过来围剿 根本行不通 你躲两步炮嘛 又是巷口 所以呢 只能躲三步炮 或者躲四步炮 如果呢 红方把炮躲到这条内线怎么样 黑方呢 会主的抉择 黑方现在呢 一平足将 红方呢 就只能平算 在这平足过来的时候 感觉呢 这里是双组联动的杀齐 但是好像红方一百炮过来 就可以守住这条内线了 你一旦拱足 我用炮对足就行 但黑方这一边呢 却发现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只要呢 白不炮就行了 而对红方来讲 现在呢 尽管可以选择退炮吃足 但也已经为时一望 黑方呢 一进底炮 下一步 双炮杀齐 一族发炸 红方谁挡不住 必败 那么这一边呢 黑方一百炮 红方又不能吃足 那我感觉我平中炮 下一步不就是双炮杀吗 但是呢 你这个炮不能逃 因为黑方这里呢 拱足这一步杀齐 红方压根拦不住 必败 所以呢 此局呢 相当于 红方如果把炮平到内线 根本行不通 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旁边 当黑方这一边 选择一个送炮的时候 既然红方平炮到内线不行 那我这一边炮战王位怎么样 这么走中心了吧 黑方现在又会做抉择 现在一方这一边呢 就不能急于求成来围剿 如果说黑方平足将 红方呢 就平老算 你这里呢 再次平高足 看似呢 是一部拱足将的杀棋 但红方浸泡来一将 黑方就得落下 刚好呢 可以退炮 打掉黑方的花心竹 一旦这么走 黑方呢 就直接上了架 所以黑方这里呢 不会这么走 但红方这一边呢 选择平中炮之后 黑方呢 会采取一个变招 直接平高足过来静观其变 看红方足的应对 那红方现在呢 会如何抉择 先不及黑方一拱足下来 就可以形成恶鬼拍门了 借将助攻 一不拱底足就是杀 而对红方来讲 局面十分不利 现在呢 你禁敌炮叫双炮这样也没用 黑方可以下下来保浇灭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那有些姐会认为 我这边平炮到内线 下一步棋不就是双炮这样的杀棋吗 黑方退炮也反不住呀 当时一旦这么走 黑方就直接平炮 跟你的炮来约队 逼着红方的炮走位 那红方这时候呢就十分无奈 现在呢 如果跟黑方对炮 双方这么一队 黑方攻底足将这一步杀招 红方呢 舔定要败 那么到了这一步棋 红方这一边激昂呢 不能跟黑方对炮 那么只能呢 抓紧逃炮了 但这个炮呢 该平到哪里呢 如果直接平炮过来 挡住黑方将面的发挥怎么样 那黑方呢 就直接平中炮 下一步呢 仍然有退炮吃兵 叫炮杀的机会 红方只要兵一丢 仅剩两个官港炮 肯定是难以招架 必败 那如果呢 红方呢 直接把炮摆过来 堵住黑方的炮面呢 也毫无意义 黑方这里呢 有一个妙手 就是拱足一将 红方有平涮或上涮这两步棋 如果上老涮 黑方呢 直接把炮一摆 先不 进底炮 就是双炮绝杀的机会 红方现在涮又不能动 进底炮将也没用 因为呢 黑方一下下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因为对红方的这一步 双炮将杀起 红方呢 彻底无解 那红方如果呢 不上涮 选择平帅呢 相当于现在帅就被双足所困了 黑方只要平个炮就行了 先不进底炮 还是杀起 而对红方来讲 现在呢 无意的出路 只能呢 用中路的炮 来防守 这里呢 直接选择 进炮叫杀 黑方呢 就罗格向 紧接着呢 平一步兵 牵制住黑方的这一步 进底炮的杀起 但是呢 你却忽略了 黑方有高炮的存在 直接呢 平炮到内线 围剿一组反战 红方呢 反弹要败 所以呢 此局呢 相当于 红方这一边 到了这个旁边 黑方平高组的时候 红方是不能平炮到内线围剿的 那现在红方呢 到底该如何绝针呢 红方呢 唯一的出路 只能呢 先平一步帅 静观其变 看黑方怎么应对 黑方这里呢 是不会平底组过来的 因为红方呢 浸泡一将 你一落下 我就可以退炮 打掉黑方的花心组 但黑方这里呢 走得十分巧妙 直接退底炮 静观其变 看红方怎么应对 先步呢 平炮到内线 来叫炮将作杀 而这时红方呢 就防不胜防 现在呢 炮并无法形成连动 这里呢 你这边如果平炮到内线围剿 黑方呢 就直接套一个炮了 直接把红方的炮给套住 红方的炮又不能腾挪开来 你如果平爽 黑方呢 就直接拱底组 形成二鬼派门 不管拱哪个组都好 都是一步成杀 红方得定要败 所以红方这里呢 眼看黑方退底炮 只能呢 先进炮来一将 黑方呢 一落下 紧接着呢 红方 再次平一步炮 这么走 黑方呢 又为主要应对 黑方即便呢 巧妙选择一个平足过来 下一步呢 拱足一将 就是杀棋 但红方这时候呢 好在有双炮的联动 这里呢 只要退一步炮 一较炮僵 逼着一方飞边向之后 直接呢 平炮到内线 又可以防守了 一旦一方呢 用双足 换掉红方的当炮 定多也是一盘和棋啊 当一方这里呢 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再次平足 当一方走这一步平足过来的时候 红方呢 就彻底无解 因为下一步拱足下来 两步杀棋 杀得非常挤 而对红方来讲 局面呢 却不温乐观 因为这里呢 完全没有双炮杀棋的机会 这里呢 又无法牵制住黑方的拱底足叫杀 有些企业会认为 我这一边不是可以平底炮 装黑方的宗族吗 当时这一步走 黑方反过来 平炮一将 红方帅不能动 只能平炮走斜 黑方虚黄一枪 一叫炮杀 逼你电炮之后 拱足将 红方必败 那红方这里呢 如果不平中炮 也毫无意义 因为现在呢 根本没有防守的机会 你这一边呢 再次选择 平炮过来 卡住黑方的向腰 想下一步平炮之后 近底炮来撞双炮杀 却发现根本来不及 黑方一旦拱底足 下一步两头作杀 一组反掌 你现在呢 一百炮 根本呢 比黑方慢一拍 必败 你如果呢 叫双炮将呢 黑方呢 至少就落一个向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红方呢 是彻底守不住 黑方的这一步 拱足将的杀起的 所以呢 这局呢 也是一旁 黑方的一个必胜局 希望各位球 有所借鉴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好